返产一姐说,返产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 今天听倩姐给你说新加坡留学实战攻略的第19篇 新加坡高一高二再读和毕业学生的留学 高二及高三再读及毕业学生的留学考试呢 国内高二高三再读或毕业学生可修读为期一年半的剑桥A学生课程 剑桥A水准呢是GCEA Level的全称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剑桥教育高级证书 国际考试每年举行两次分别为1月和6月举行 成绩分别为3月和8月发布 新加坡剑桥A水准由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局 共同主办统一考试并颁发文凭 考期为10月到12月 成绩于隔年2月公布 考生可参加多次考试 成绩具有同等效应 并综合优秀科目报读大学 剑桥A水准证书呢 为一年半所有国家以及欧美国家所承认 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就读的最佳途径 学生A水准成绩达到大学入学标准 除了自有资格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亚理工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并且获得政府提供的学费津贴 还可以报读其他世界顶尖名校 如哈佛耶鲁剑桥刘金等大学 学生用A水准成绩可以申请160多个国家 进万所大学 最后再强调一下 高二高三及毕业学生肯修读一年半的 剑桥A水准课程 A水准课程也是敲开名校的钥匙 其他呢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 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 还想听更多吗 找我的微信二维码吧 这里还有很多小伙伴 等着一起合理交流哦 广场一姐说 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十张攻略 我们下期再见